很多网友给我私信说我最近做的菜不够硬 那么今天花了130买了一副牛鞭 还买了两根大黄扇做一道特色硬菜 牛鞭软糯Q弹 黄扇鲜香入味 那是相当的不错 多少钱 31 可以 帮我杀一下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秦师傅 欢迎您观看我的视频 本节课程我们将学习到 牛鞭的处理 以及扇鱼烧牛鞭的详细做法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来处理牛鞭 大家看一下 这牛鞭特别的长啊 已经布满整个视频画面 估计是一头成年的公牛 这两个蛋呢 也特别大 它的重量不少一二斤 牛鞭的表面呢 会有一层厚厚的筋膜 它特别的硬 而且也比较腥 所以呢 我们用剪刀 给它剪开 然后用手给它撕扯下来 这个时候的牛鞭是生的 可能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煮熟以后再处理 为什么不先焯水 然后再处理表面的筋膜呢 这里我和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表面的筋膜意味比较重 比较腥 为了减少异味串进可使用的牛鞭 所以我们提前给它处理干净 然后再进行焯水 处理这个筋膜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就用剪刀剪开 然后用手给它撕扯干净就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处理下来的筋膜 就不要了 下班带回去给猫 我们的牛鞭已经初步处理完成 暂时放入水池中给它浸泡 现在呢把两个蛋蛋拿出来 也给它进行初步的处理 牛蛋里外有两层膜 我们只需要把外面一层 给它去除干净就好了 同样用剪刀 把外面一层膜给它剪掉 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蛋给它掏出来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下刀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小心剪 不要把里面的蛋给戳破了 把处理好的牛鞭牛蛋放入水中 给它进行简单的冲洗 然后冷水下锅进行焯水 这个时候的牛鞭已经处理的比较干净 带有异味的表面筋膜已经处理掉 然后再进行焯水呢 不会担心有串位的现象 往里面加入多一些生姜 加入多一些葱和高度白酒 给它进行煮制 生姜 葱 白酒可以有效去除牛鞭的腥烧味 为了防止牛鞭在煮制的过程中往外伸 所以用一个漏勺给它压住 中小火煮制10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给它进行深度的清洗 这时候把第一次有可能没处理干净的筋膜 给它进行再次的清理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牛蛋经过组织以后 绷得特别紧 特别的硬 感觉随时会有爆炸的危险 近拍再看一下 里面的血管纹路都看得很清楚 这边是尿道口的位置 有一些白色的黏膜异物 我们用牙刷或者钢丝球给它刷洗干净 把有可能没处理干净的表面筋膜给它撕扯掉 如视频画面中这样 把它们全部清理干净就好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这一步直接跳过 然后我们把清洗干净的牛边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也就是改刀切花 这两个牛蛋先放一边 由于视频时长的关系 我们下期分享牛蛋萝卜汤的做法 为了方便下一步的操作 我们把牛边切成两段 然后对准尿道的位置 把牛边切成两半 如视频中这样 大家可以用一条毛巾 给牛边进行按压固定 以防在操作的过程中 打滑而伤到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左手按压牛边 右手拿刀从牛边中间横着切过去 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 我换个角度再来一遍 用同样方法 把剩下的牛边全部给它切完 牛边全部切开以后呢 然后把尿道里面的异物给它清理掉 公牛的小便 也就是尿液 就是从这个地方排出体外的 所以里面的腥烧味特别重 必须要清理干净 然后用清水给它进行再次的清洗 特别是尿道里面 一定要多洗一会 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呢 把水换掉 下一步我们把牛边给它进行改花刀 从尿道一侧的位置下刀 剪五刀不断 也就是一半以上的位置 第六刀剪断 就成牛边花 牛边花的长度不受限制 喜欢长一点的就多留两刀再剪断就好了 下一步我们把剪好的牛边花 进行再次的深度清洗 盆中加入一小把面粉 加入少量小苏打 加入适量高度白酒 加入少量清水 然后用双手给它进行反复抓拌油搓 这个过程在三分钟以上 加入面粉的目的能吸附掉里面的异物和粘液 小苏打能破坏牛边的纤维组织 这样比较容易烧出来不会太硬 而且口感比较好 白酒有很好的去腥去烧的作用 花了31买了两条黄扇 已经让年轻漂亮的老板娘帮我宰杀处理好 这一步把清洗干净的黄扇打上花刀切成段 把花刀的方式和剪牛边花是一样的 从黄扇的背部往下切五刀 注意不要切断 第六刀的时候把它剁掉 这一步的目的能让黄扇更加入味好吃 而且打过花刀以后造型也更加好看 把切好的黄扇放入碗中备用 超过水的牛边花捞出来控干水分备用 还准备了一片香叶 还有生姜葱 干纳椒 还有少量的黑椒碎 这个非常重要 由于视频时长关系呢 这两个牛宝留着明天做滋补牛宝汤 这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烹饪 扇鱼烧牛边 处理好的牛边 冷水下锅 加入适量白酒 再次给它焯水 水开以后呢 撇去浮沫 给它煮两三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 备用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 我们的牛边已经是非常的干净了啊 起锅烧水 加入适量香醋 这一步把黄扇倒进去 给它简单超烫一遍 加入香醋的目的呢 能有效去除黄扇表面的粘液 也有很好的去腥作用 这一招非常管用 大家看一下 表面的粘液已经去除掉 非常的干净 用这个方法可以去除很多有粘液的鱼类 例如泥丘 链鱼 重新起火热锅 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下入两片生姜 一条香葱 给它简单煸炒几下 紧接着下入超过水的黄扇 给它煸炒几下 这一步的目的呢 同样是给黄扇去腥蒸香 烧黄扇 甲鱼 泥丘 放一点黑椒碎 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试一下 盐锅边烹入适量花雕酒 让其挥发增香 去腥 由于牛鞭和黄扇 两者的成熟度不一致 所以我们要把黄扇提前煸炒 去腥 然后盛出 分开下入 重新洗锅 上火 锅热以后 加入适量菜籽油 加入稍微多一点的生姜葱 干辣椒 加入一片香叶 生姜葱 干辣椒 爆出香味以后呢 倒入处理好的牛鞭花 中小火煸炒半分钟左右 让其挥发增香 去腥 然后调入半勺白糖 大约5克 紧接着 沿锅边烹入 少量生抽 大约8克 加入少量冬古一品鲜 酱油 提色增味 中火煸炒几下 让牛鞭和酱油 有个完美的碰撞 激发出香味 紧接着加入半瓶 昨天我小姨子喝剩下的啤酒 这个非常关键 然后加入清水 水的用量呢 需要没过牛鞭3厘米左右 才能经得起30分钟的长时间炖煮 这个时候加入一条青椒 一根香菜 能起到去腥解散的作用 调入少量盐 增加底味 加入适量蚝油 提味增鲜 烧开以后 加盖 转小火慢炖30分钟左右 这时候的牛鞭已经烧了30分钟 我们把里面的生姜 葱 干辣椒 香料 调出来 不要 然后呢 倒入事先处理好的黄扇 加盖 给它继续烧10分钟左右 然后呢 加入几个生的蒜头 增加清香味 不喜欢的 也可以不加 加入几个红椒圈 点缀增加色彩 少量鸡精 提鲜 不喜欢的 也可以不加 然后转大火 把汤汁收得更浓稠 这样比较挂味 最后加入适量的芝麻香油 增加香味 也能让菜品更加油亮 有光泽 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装盘 以下是技术总结 第一牛边的筋膜 最好先处理掉 然后再进行焯水 第二 由于腥烧味比较重 焯水的时候 尽量多放一些生姜 葱 白酒 第三 不喜欢吃黄扇的同学 可以用野生甲鱼 或者鲍鱼来代替 用同样方法来制作 即可 扇鱼烧牛边 技术总结完毕 好了 精彩短暂 创作不易 如果您已经看到这里了 请给我加加关注 点个赞 或者在评论区 留下你宝贵的意见 感谢您在百忙中 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明天见 牛边Q弹入味 好吃